没有,我可能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做一个IC 如果你想就是说增加 就是你要到下一个level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增加你自己的scope 怎么样增加是自己scope的 那你有时候可能就要主动去要求 跟你老板说 你现在因为像比如像我们一个大组里面 有七八个小组 一般来说每一个小组里面是一个DS 你就负责那一块的东西的做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做的那一块 东西太少了其实不够的话 你可以跟老板说 你想要增加你的scope 让你比如说你可以做manage两个组 或者是三个组 或者是多几个组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可能一时会让你很忙 就你突然要变很多的会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那个什么协同效应 就是一起来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 比如说你做一个什么项目 其实是可以bedefit 两个组都可以 就是说你可以build的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scope就增加了 比如说你做这个项目 你不仅帮这个组build的一个东西 同时也帮那个组 他们的top line提高了多少 那其实大组里面的小的组他们做的东西其实都是粘系的嘛 你其实有时候你做跟所有的组多了 其实我在我们组其实比较有这个优势 但是并不是我自己要求的 这是我被迫的 因为我自从到了我们组里面 就不停的在换组 因为我们组的人一直就是人很少 然后就一直不停的组 然后我就基本上每个组都做了一点 然后做到后来就变成我每个组的东西都都知道才做什么 然后做到后来就变成这个组说他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快的说 这个我知道了 那个另外一个组已经做了一个什么的 你们把它摸过来 就照着这样做一下就行了 其实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做到越往上做 其实并不是越难 反而是越简单 也不是说越简单 就它对你的skill的要求就是非常不同的 你要做IC的时候 你可能花了好多时间去建一个模型 去做一个分析 做了很多的时间 你到作为一个Lead或者是一个Manager的时候 你发现你不用了 你只要知道每个组在做什么 你就是做那个Balance 就是说告诉你 你给大家指一下资源在哪儿 谁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很多影响了 就是说你就可以有很多的Visibility 最后你就会变成这个组里面的一个专家 大家都会有问题都会来问你 或者是有很多项目都会把你include进去 开会都会把你加进去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很 就是你有更多的资源 就更容易选择自己 应该在哪个方向花更多的effort 然后更能够更能够出impact 嗯对的 是的是的 我这方面也有切胜经历 就是我之前 在还是前前公司 因为当时也是 但是我跟了几个老板 我当时我换了好几个老板 但是我跟了几个老板都非常好 我也是获得比较多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帮助 那时候我也是作为 在我离开之前我是个team lead 但是就是带着六个同事 其实我觉得这边跟Jacky说的一样 首先这个scope 就是说你得先了解整个组在做什么 如果你只看着 就是交给你手里面做那一个东西 你只看着那一个东西 你不了解整个组的一个发展的情况的话 其实就是会比较限制你的发展 因为你并不知道整个组在往哪个方向走 你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你就会发现你是很需要帮助的情况 就什么东西得去问别人 但是你就是多了解一下 比如说其他同事在做什么呀 他做这个项目在做什么东西 你多了解一下以后呢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通的 而且到我那边工作了两年多 一开始的时候就只做一两个项目 但是做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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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跟其他同事也更熟了 所有的这种会呢 我也都去就是讨论会 大家一起听了 慢慢的我就对这个组里面 大家做什么东西都比较了解了 然后不仅是说做的项目呀 还有包括这些什么 这些代码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些数据放在什么地方 整个road map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呢就是说 哪个项目缺什么东西 哪个项目跟哪个组剧合作 这东西我在工作了一年多以后 慢慢的我就都知道了 当那时候呢 我其实就是那之后 我其实真正做coating的时间非常少 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变成在开会 也是为什么我后面生成题目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去跟别对接 就比如说有个公司 就是有个其他组人来找我们 说我们需要这么个模型 这时候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模型是谁在做 做到什么程度 代码在什么地方 数据在什么地方 突然去有问题在什么地方 然后其间 但有些东西我不知道的话 去刚刚交流就知道了 所以说我就说 这个东西 我去跟那个 我们的下游的部门去跟他说 你们什么时候需要 需要到什么程度 对吧 由谁来负责 谁来对接 然后跟我们的那个product manager 那个product manager去聊 说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time line 是怎么样的情况 对吧 然后就是跟我老板也说 那我们现在有需要做这个东西的话 我知道谁在做 然后他手里面在做几个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 如果这比较着急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优先顺序给换一下 对吧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都开完会 都说好以后呢 其实因为有同事在做这事情 他就直接去做就好了 他只是改变一下他的优先顺序 然后呢 关于这个具体的要求 我理解以后呢 跟大家说一说 然后他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好了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是 就自然而然的 我做的这个tiny口事情变得非常少 但是交流这块东西 对于本组 其他组 然后本组的所有资源 所需要的资源 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概念 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你要如果是 但是这个还是 那句话就是 如果你想就是往上走 对吧 特别是往管理层慢慢去走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 或者不仅管理层了 你要做个architect的话 你要有经验 我觉得经验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体验在这个地方 你对整个组 你都很了解 对吧 然后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你知道在这个组的 这个现有资源情况下 你可以怎么样的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 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偏差 就是说希望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